年底九合一选举开打 民进党日前举行全代会为20位县市长参选人造势后 18号举行中指会延续以县市、以政机、以故事主轴 邀请民进党执政的彰化县长魏民股报告亮点政策 魏民股阐述自己过去4年来致力推动绿能产业发展 整治河川、空沽、布建产席服务网 并用绿能税收有闲照顾学童的绿能股餐及推展学校发展 会中也有两位亮点政策受会者分享心得 其中社投国小家长会会长张朝栋非常感谢彰化县政府 以绿能回馈金建置机器人课程教室 让孩子找回学习的动力 另外民众李美燕对于慧民股推动长照政策的传席服务 让她放心将母亲拖劳 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把妈送到这边来都不照顾她不是 我们希望当我们累的时候 我们有个地方可以让妈妈我们可以喘息一下 而且是让我们很放心的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妈妈在这边做些什么样事情 然后妈妈也是非常开心的 而不是我们把妈妈丢着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期待的 前任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听取报告后 也大会肯定慧民股是民进党清廉情政爱乡土的代言人 蔡总统说慧民股这几年来不畏惧艰难挑战 解决多年来的问题 她也深刻体验到 慧民股确实有善用资源 创造最大效益 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 蔡总统强调她对慧民股的连任很有信心 慧民股市彰化正在改变的关键时刻中最需要的人 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 相信彰化一定是台湾人的骄傲 杨广记者 郑祥云 刘秋采访报道